19岁 跆拳道正妹罗嘉玲 25号 在东京奥运 女子跆拳道勇夺铜牌 一战成名 才短短两天就有中药商 疑似要趁热度 擅自利用她得奖的照片来宣传 上面还写上说 跆拳道长不高吗 铜牌罗嘉玲 183公分如何绊道的 这样子宣传词呢 让罗嘉玲的家人得知之后 立刻要求对方把照片下架 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照片 不但已经违反了著作拳法 发文的中医师 根本也没有中华民国医师的执照 如果执行医疗业务 最高也可以出五年以下的 有期徒刑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跆拳道拳手罗嘉玲 中华队跆拳道国手罗嘉玲 传来自拍影片报喜 他在东京奥运用夺铜牌 以战成名 19岁长腿正妹 身高183公分 长相甜美 但罗嘉玲夺牌才短短两天 照片就遭到盗用 网路上出现中药厂商 利用他当作宣传 网站上大啦啦 贴出罗嘉玲 在奥运运动场上的照片 还写下 跆拳道长不高 铜牌罗嘉玲 183公分 如何办到的 但是厂商 根本没有经过他的同意 就擅自使用罗嘉玲的照片 家人得知之后 立刻要求对方将照片下架 好像说这个选手长这么高 是跟他们的配方好像有关系这样子 希望人家去点击 然后看里面的内容 手法有一点不妥 其实我们家族本来身高却都还蛮高的 哥哥跟他在国中阶段 连转股的片方我们都没吃 罗爸爸直说一家人都很高 根本没吃过转股药 原来这个网站是一名中国的 孔姓中医师创立 仔细一看 上头虽然没有公开贩售药品 却线上开班授课 还推销著作 擅自使用罗嘉玲的照片 恐怕已经违反著作全法 而这名中医师在台湾 更不具有资格 也引发疑虑 如果对于中华民国境内的 中华民国国民 来做这个医师的业务的话 不具有医师资格 而行使医师之业务 可以处六个月以上 五年以下的有机徒刑 常商发现事情大调了 将照片下架 并发声明指称 只是要推广中医理念 并没有贩售产品 疑似想要蹭奥运选手热度来宣传 却热出争议 恐怕是打错了如意算盘 记得中华报导